來個慢的四壞球寶宋 哇 周董夠冷靜 夠冷靜 今天兩次都獲得了寶宋 這時候這個寶宋是非常有價值 帶有1分的打點也讓雙方0比0得以突破 回來得分的是沾帥沾翅堯 1比0 不愧是中指的年度MVP 酸料高水 58球 槍平這時候來喊個暫停 這個時間也掌握得很好 這個暫停的時機 這一連串的對決 錫竿盡量的湧緊固 用球數也蠻多的 過去在同一Step Elements 也任教過的外籍的教練 當時我們叫他冠軍 就是他的名字直接來翻譯 這時候也趕緊喊一個暫停 場邊事實上要在整個菲律賓的投手群當中 找到小川龍也這種等級的並不是那麼的多 也錯 重點在這裡 變成是在 這個牛鴻目前空武藝人是可以想像的到的 恐怕會盡量的朝85球把他給投滿 不過這時候三局不到已經讓他投了快要60個球 我們看了這個對決 蠻磊的情況 看了周思琦這麼冷靜的一個打擊 我看了值得給他很大的一個掌聲 用 接下來輪到的是陳雄基 陳雄基在昨天攻守表現都很精彩 那進攻方面當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第五局 單局打了兩隻二雷安打 尤其是對方刻意保送郭延文之後呢 他打了一個輕雷的二雷安打 現在又是蠻磊 等一下 真的來了 中外野方向穿越行程籃打 三雷上跑者回來得分 二雷上跑者繞過三雷 中外野手這個球回傳過來也傳偏了 叫我陳雄基就對了 漂亮啦雄基 這球 楊教練為什麼他會抓第一球進攻呢 昨天我沒看到他打第一球 陳雄基在這種更緊要關頭的情況之下 他的那個快速球的設定 攻擊的企圖性非常的強 所以他掌握到這個球 這個球正好也是偏高 我們大家看一下偏高 陳雄基絕對不會放過去 所以能夠朝著中外野的方向 攻擊回去 打得非常的順暢 所以這也跟他昨天賽後記者會談到 其實方法講起來也簡單 就進入到他的設定範圍他就打了 對 一定喔 扣到這個程度喔 壘上的人呢 不是他的壓力 他的壓力是完全在他自己的設定的一個內容裡面 這一戰打帶有兩分的打點 台灣轟炸機這時候又炸出了兩分打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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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